小米麦克三深度评测 不得不说小米麦克三的发布还真是手机圈的一股清流 在各家厂商恨不得给自家产品贴上18道损命浮石 小米却一反常态 发布会前便通过微博将小米麦克三的产品卖点告知天下 这样的宣传方式虽然兴趣但细想想 确实有小米的风格同时也很符合这款产品的心理低调 从小米麦克四诞生到现在 该系列一直保持着一年一做的频率 更大的屏幕更大的电容量 一些元素都在贯彻比较更大的方针 那么今年这一星期的表现究竟如何 就让我这个提前体验了小米麦克三的人来说一说 相较于前代产品小米麦克三更像是成熟的既认者 它不仅汲取了前作所的优秀亮点 同时还融入了当今最流行的元素在其中 以侧面举例最初亮相于小米6X上的两领标设计 在小米麦克三上得到了很好的体现 这种弧度的收腰使得该机在搭载矩屏的同时依旧有良好的手感 同时配合起正面那块全面屏 在机身三围没有发生变法的基础上 更方便用户单手握时 说到屏幕6.28英寸19比9全面屏 可比上代可是面积 大上了不少跟于屏幕上方的底部进空区对称设计 所以整体观感令人相当舒服 另外要提一下的是 小米麦克三的前置双功耗扬声器 横屏观影时效果相当不足 2160x1080的自占率 以及85.19%的屏占比 数据上并没有太大优势 不过考虑到该机与小米麦克三二的机身大小几乎相同 我个人认为进步还是比较明显的 起码我们在使用小米麦克三时 同样的应用当中获得更好的体验 比如说同屏显示内容更多 编辑文档表格时操作空间更大等 小米麦克三的背部元素比较简单 左上角是双摄像头与双色位闪光灯 中间是指纹视频区域 下方是小米Logo及信息 除此之外 干干净净的并无他物 看起来相当简洁 值得一提的是 小米麦克三依旧采用了隐藏式天线设计 在视觉方面提升了美观度 黑色机身的效果显得更佳 小米麦克三的背部元素十分简单 左上角的双上头与双色位闪光灯 中间指纹视频区域 以及下方的小米Logo及信息 除此之外 干干净净 并无他物 看起来相当简洁 值得一提的是 小米麦克三依旧采用了隐藏式天线设计 在视觉方面也有效地提升了美观度 黑色的机身效果显得效果更佳 全金属一体机身设计虽然常见 但小米麦克三的背部喷布却十分细腻 摸着有些温润的手感 即便是夏天手汗超多的朋友 也不用担心会轻易的留下汗字 另外这种全金属机身在安全性方面也是极为可靠 对于如此之大的机身来说 这一点尤为重要 小米麦克三虽然没有搭载NFC 不过却把红外功能保留了下来 也算是秘古的缺憾 在原来夏日找不到空调游空气的痛苦 就用它来解决吧 另外三五方米耳机口此次也没有取消 从这一点可以看出 开机的定位非常的明显 重视影音效果的用户 可以放心使用小米麦克三来观影维巨楼 总体而言 此次的小米麦克三在外观方面相较于前作来说 改进较大 几乎同样的机身 屏幕尺寸却大了不少 同时杨柳妖的设计也让机身更为鲜薄 握持感更佳 对于热爱剧屏手机的用户来说 痛点可是解决了不少哟 屏幕大一分体验强十分 当然这句话是建立在良好的手感的系统上 不然我们一个人拿一个屏法 且不是更好呢 不过讲道理 小米麦克三更像是个跨界产品 一方面5500Hz的超大容量 已经很接近于小米屏幕24了 另外6.9英寸的屏幕在很多场景下 真心会让你感叹 咋就那么不一样呢 比如在玩游戏的时候 目前市面上流行的全屏手机虽然大小不一 但屏幕却集中在5.84至6.7英寸之间 玩王者或者是绝地求生刺激战场的体验 已经相当不错了 不过在小米麦克三上的体验时 那个感觉才有一个不同呢 更大的屏幕带着更为宽广的视野 让你的眼睛不再轻易疲劳 你按道具或改变视角 移动地图等也相当的方便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 去屏变相提升了游戏的容错率 同时小号手机在 小号的手机在长时间游戏时 则有种莫名的局促感 当然这也是因为我手指太粗 手太胖的原因 回到小米麦克三上 6.9英寸的屏幕 介于手机与平板之间 对于良好的屏占比 并不算太大的体骑 配上稍微舒适的手感 就算长时间用它来玩游戏 也不会造成太大的负担 同时更大的屏幕 也能让我们实现 更为精致的定位和点击 总体来说绝对是力大于低 另外一方面 屏变手机在操作过程当中 会遇到投重脚心的问题 传统的三大安卓按键 即便是虚拟方式呈现 也会集中在屏幕底部 对于体积较大的手机来说 容易出现拿不稳的情况 不过得益于米外10进化之后的 屏形手势 小米麦克三在这一方面表现的不俗 此次小米麦克三在硬件方面发载了 高通14纳米的八核处理器 小龙636 四颗大核心TR60 保证了游戏和高负载环境下的良好表现 再配合小米对热门手游的专项优化 可以说智能识别游戏传战场景 调度系统资源最大程度的发挥出硬件性能 让小米麦克三能够流畅运行高负载游戏 帧数稳定和卡顿 此次小米麦克三的前置半万像素镜头 支持单摄背景虚化 暗光环境下还可以自动开启热光灯 从样张来看 小米麦克三的人像自拍模式 靠AI以及算法来实现景深的效果 但整体虚化扑足自然 主体边缘细节并无明显扣图痕迹 人物力气感很强 后置镜头方面 小米麦克三的主照片头是1200万像素 单个像素的大小达到1.4微米 能够保证弱光环境下的成像质量 噪点也更少 同时该机还具备了旗舰级的闭环板 以及全像素双核对焦技术 暗光环境下也能实现急速对焦 总结 整体而言 这个价位来说的小米麦克三 表现的还是非常不错的 承袭了前作1699元的洗手价格 无论是手感续航拍照 还是使用体验都属上手 对于喜欢大屏的朋友来说 我想不到拒绝它的理由 另外一方面 如果你是一个购机目标 十分明确的人 不妨想想自己的需求究竟是啥 起码在追剧观影使用场景当中 小米麦克三的优势 非常的明显 小米麦克三的优势 深度评测 不得不说 小米麦克三的发布 还真是手机圈的一股清流 在各家场上 在各家场上